第138章卓琴堂主人 江雪宁回了自己屋里,洗漱睡觉 本以为做了这么件大事,晚间必定辗转反侧胡思乱想难以入眠 谁曾想,席面上本就喝了不少的酒,花雕不算很烈 但喝多了后劲也不小,他脑袋才一沾着枕头 想了张遮的视儿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 只是睡得不很好 做了一夜的怪梦 可早晨一醒来睁开眼就忘了个七七八八 桌上还搁着他昨日放着的那一方清郁的小印 印章买来还是白的,要什么自得自己刻 像这样寸许的面,刻起来不花什么时间 就是琢磨怎么雕琢的时候颇费些脑筋 江雪宁看了一眼暂没去动他 只是推开窗往外看了看,雪停了呀 难怪早晨起来觉得有点冷 他伸了个懒腰,打了几个喝欠 没一会儿就瞧见窗外的永路上 小宝穿着一身厚厚的衣裳走过来 对他道,二姑娘,刚来的消息 说是昨天后半夜里雪停之后 那崩塌的山道清理了大半宿 今早已经通了路 看这天而五尖怕还要出太阳 定国公那边和先生商量后说要趁着这时候走 怕再过几天等雪化了又出点什么岔子 所以来知会您一生 若有什么东西也好提前收拾 中午便走 通州与京城的路途本不遥远 走得早些 骑马乘车的话 晌午走 晚上差不多也能到了 江雪宁点了点头答应 只是眼看着小宝转身又要走 不由哀了一声 把他叫住 问道 对了 张大人呢 小宝以为他问张哲是不是也走 便道 张大人也早知道消息了 自然同大家一块而走 只是原本随同来的兵士或许要等雪化了再走 毕竟并无那许多马匹 江雪宁无言 我是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小宝这才反应过来 想了想 好像也不很确定 犹豫了一下道 方才看见了 因还有一批人要驻留通州 好像是定国公拉了先生同长大人一道去交代些事情 这惠尔可能在府衙那边吧 哦 那就是不在了 也不知他今晨起来有没有看到自己昨晚留的东西 想来张哲现在也忙得脱不开身 江雪宁也不好前去叨扰 只能等回头寻个合适的时机再说话了 他自识夺自己的东西 上清官里其余人等也都忙碌起来 准备马车的准备马车 收拾行李的收拾行李 等到中午随意用了些吃时 道士正好出发 通州城里大小官员自然全都来了 排在门口相送 有的恭维谢威 有的却向定国恭萧远道贺 恭喜他找回了失踪多年的嫡子 萧远站在人前 笑容看着多少有些勉强 谢威无言地侧过目光 便将他这副实则压着阴沉的神情收入眼底 等到众人要登车起行时 他忽然道 国公爷 定妃公子的马车不如走在谢某前面吧 他身份虽还有待确定 可撇开那一层也是回京后要重点审问的天教之人 通州动静闹得这样大 难免天教那边不想着杀人灭口 我身边剑书武功虽然粗浅 却还懂些刀剑 若出个什么岔子 也好及时应付 马车分了好几架 定国公萧远的在最前面 江雪宁是意外卷入围剿天骄的事情 清清白白的姑娘家遇到这种示弱传出去 难免坏了名声 是以京中那边一直都是对外称病 说他在家里养病闭门不出 这惠尔要从通州走 自然不能大张旗鼓 他的车是坠在末尾 四肖定妃这样身份特殊的 被当成是半个犯人 同样排在后头 定国公萧远可没想到谢威竟有这样的提议 眼皮跳了跳 为难道 这就不用了吧 天骄乱党在此次围剿终以尽数扶诸 消息即便会传出去 也传不了那么快 路途又不算长 该出不了什么意外 怎么不会 谢威笑着提醒了一句 国公爷忘了 我等核对过逃出天牢的囚犯名单 大部分的确与天骄乱党一并扶诸 但也有一部分老早就跑了出去 其中更有一个穷凶极恶的孟阳 围剿的时候还在 围剿后轻点尸首却不见了踪影 只怕是装死蒙混过关溜走了 此人若将消息透出 怕也未必安全 孟阳竟然跑掉了 江雪宁不由吃了一惊 再回头想想 这位孟义士那日虽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可与天骄的人翻脸时却也是帮着张哲的 如此 此人虽然跑了 可他也并不为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跑了而感到义愤填膺 倒是萧远被谢威这番话说得一愣 当时没了拒绝的余地 才醒悟过来试得到 却是本宫糊涂 差点就忘了 我也想这一路最好安生些 想把他挪到前面 只是爱着怕人闲话 这意思好像他是公正无私 不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儿子而大开方便之门 众人一听都明白过来 萧远向谢威拱手 谢先生既然言明 原事我考虑不周 便让他的车架在前头些吧 这一来便调整了众人车架的位置 大约是也相处过许久 比前世多了许多熟人 江雪宁向谢威看时 总觉得他面上那外人看着完美无缺的微笑须得很 假假的 甚至让他觉着内里藏着点嘲讽 他不由出了片刻的神 大约是这注视的目光有些明显了 谢威察觉到了 竟回眸向他了一眼 瞳孔里深静冷静的一片 江雪宁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挂出了微笑 谢威并未回应他什么 看了他片刻 也收回了目光 转身弯腰登了车架 车帘放下 也就同众人隔开了 张遮在后头一些 他像是挂着什么心事 前面众人说话的时候他便心不在焉 此刻也不过是登上了自己的车架 倒没向别处看一眼 江雪宁看见了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自然不好上前打招呼 看见他这般模样 便想 是我昨夜留的东西吓着他 或叫他为难了 心里于是生出几分紧张 又多吉许窃喜 萧定妃却是用手里那柄香扇的扇柄 蹭了蹭脑袋 看向自己那辆马车时 眸底一光一闪 笑起来却毫无破绽 只道 本公子能活下来可不容易 哪儿能轻易便又被人害了性命去呢 当下扇子一收 只向江雪宁道 到了京城可寂的你说的话 江雪宁看向他 他潇洒地跳上了车去 道一声 走了 江雪宁想了一下 才记起自己昨晚说过到了京城照着他 于是也跟着一笑 道不看其他人了 扶了旁边小宝搭过来的手也上了车 包袱就小小一个 里头装着两件衣裳 一打梅花丸的银票 还有他那方印并一套刻刀 路上无聊 正好拿来刻印 这也是江雪宁上辈子闲着无聊时跟沈界学来的爱好之一 只是车在城里走的时候还好 不大晃悠 一出了城上了外头关道 手里那柄细朱纹小刀就有点发抖 本来大半个时辰能刻完的东西 愣是抠了一路 末了把印泥翻出来 沾了盖上看了看效果 还不大好看 真是为难人 若是在京城 找些奇珍一宝就送了当新年树修 哪儿用得着这样麻烦 江雪宁看着盖在纸面上的印记 撇了撇嘴 嘀咕了一句 又忍不住安慰起自己 李清情义重马 算了算了 正好这时候已经走了半路 定国公肖远提议大家停下来暂坐休憩 一匹快马这时从前面关道上来 众人先是警惕了一下 接着才听那匹马上的人挥舞着手朝他们喊 京中来的信函与最新的抵报 奉命成交谢先生 原来是送信的 谢威道梅亲自下去 只由建书出面将信函接了 返回车内城地 梅一会儿 她又出来 竟是一路走着到了江雪宁车前 一弯身道 二姑娘 先生那边得了惊忠的信函 请您过去说话 江雪宁有些惊讶 她道也正琢磨着藏书印什么时候给谢威 没想到谢威那边先让人来请她 于是道 稍待片刻 匆匆把沾了印泥的印底一擦 便装进一只小巧的印囊里 网袖中一收 这才从车里钻了出去 建书带她到了谢威车前 江雪宁冲着车帘行礼 学生拜见先生 谢先生有何吩咐 谢威淡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直到 进来 江雪宁犹豫了一下 还是提了裙脚 登上马车 建书不敢去扶她 只替她拉开车帘 江雪宁弯身进去 便看见谢威坐在里面 面前一张小小的四方几岸 上头散放着厚厚一打信函 有的已经拆了 有的却还没动 这架马车是谢威自己的 里面竟都用柔软的熔毯铺了 几岸边上还有只随意搁着的手炉 两边车窗垂下的帘子压实了也不透风 唯独她身后坐了窗格用窗纸糊了 透进来一方亮光 恰好将她笼罩 也照亮她面前那方几岸 江雪宁一见之下有些犹豫 谢威低垂着眉眼正看着一封经中送来的信 淡淡一指左手边 左 江雪宁到了谢 便规规矩矩坐了 谢威将这封信递了过去 道 江大人那边来的信 你看看 江博游 江雪宁把信接了过来细看 却发现这封信并不是江博游写给自己的 而是写给谢威的 信中先谢过了谢威为此事一番周全的谋划 又说府里安排的甚是妥当 倒也没有走漏消息 唯望谢威路途上再费心照应 另一则却又说 姿势体大 到底没瞒过孟氏 孟氏乃是她发妻 又是江雪宁生母 自来因旧是有些嫌隙 知道江雪宁缴获进这些势力之后大怒 甚至险些大病了一场 近来林姿王殿下审戒选妃的消息已经传出 礼部奉旨拟定人选 已勾了江雪宁姐姐江雪惠的名字上去 若此时家中闹出丑事来 坏了家中姑娘的名声 也坏了这桩好事 梦是怕要迁怒于宁丫头 事已后言请谢威 劝江雪宁几分 待回了家中 万无与母亲争吵 伏低做小一些人点气 怕闹江起来一府上下不得安宁 内宅中的事情 向来是不好对外人讲的 江伯游倒在给谢威的信上讲了 可见对他这位忘年交算得上是极为信任 中间当然也有一层谢威是江雪宁先生的缘故 觉着江雪宁入宫半读后学好了不少 当是谢威的功劳 信中倒是颇为江雪宁着想模样 然而他慢慢读完之后 却觉得心底原有的几分温度也都散了个干净 像是外头血缘矿也 冷冰冰的 谢威打量他神情 要劝你几句吗 江雪宁笑 先生怎么劝 谢威想想 道 父母亲情 得之不易 若不想舍 道也不必针锋相对 有时候退一步天地阔 便能得己所欲得了 退一步 天地阔 江雪宁搭着眼帘 没有接话 只是将这两页信间放下 谢威那张峨眉装在秦霞里 靠在角落 他不易看见 于是想起就是 此情此景 竟与当年初见谢威有些像 只是那时候没有这样大 布置的也这样舒适的马车 只是那样简陋朴素的一架 后头还跟着几个锅造的匍匐 那时候谢威也还不是什么少师 不过是个白布衣青木簪 抱着秦的远方亲戚 生得一张好看的脸 看着却是短命香 并奄奄模样 那时候她当然还不是现在的江雪宁 仅仅一个才目睹婉娘厌弃不久 怀着满心不敢为人道的恐惧 去往京城见亲生父母的小姑娘 生于乡也 把周身的尖刺都竖起来 用以藏匿那些仓皇难堪的自卑 如今又同谢威坐在马车里 还是去往京城的这条路 有时候 江雪宁觉着自己活得就像个笑话 她想着也真的笑了起来 只抬谋望向谢威 便看见对方也正注视着自己 于是挑眉道 先生劝完了 谢威看出她现在似乎不大想搭理别人 便收回了目光 以免使自己显得过分冒犯 只把桌上那封信剪了 顺着原本的折痕叠回信封里 淡淡嗡了一声道 劝完了 江雪宁便道 那学生告辞了 谢威眉拦她 江雪宁坐视起身 只是待要掀了车帘出去时 才记起袖中之物 于是又停下来 将那装了印的印囊取出 两手捧了放在己岸上 道 昨夜途经时德文先生休憩 未敢打扰相请 身无常物 只来得及刻了一方藏书印 聊表学生寸心 谢先生授业解惑之恩 只是 拙劣了些 难免见笑大访 谢威道正了一下 只是江雪宁情绪却不如何高的模样 说完便又又汉手到了一里 从车内退了出去 那隐囊就放在一答信函上 外头看上去没什么格外别致之处 谢威捡起来将其解开 里头果然有一枚长有两寸半 宽紧寸许的小方印章 翻过底来一看 还沾着些许仓促间没有擦得十分干净的红色印泥 看上去很新 外头忽然传来一声惊急的冷喝 小心 林中有人 是剑书的声音 谢威抬眸从车帘的缝隙里看了一眼 便瞧见好像是几条身着浸装的黑影 朝着肖定飞所在之处奔袭而去 一刹肩车外巨势刀剑相交的声音 他都懒得去看 收回目光来 只捏了这枚小印 往自己左手掌心里一盖 那粘在印底的印泥便在干净的掌心里留下寸许浅浅的红印 卓琴堂主人 谢威凝视掌心这几次片刻 抖得一笑 嘀嘀自语 是丑了点 第139章刺杀 竟然真有刺客 江雪宁才回到自己的车里 外头就乱糟糟的砍杀起来 实在叫他惊诧不已 只是先前上清官谢威围剿天叫这等不留情的大场面都见过了 眼下这一对刺客来 他竟不很害怕 更何况那些个刺客都向着前头消定飞去了 谁能想到旁边的树林里竟然有人呢 一行人颇有些应对不及 幸好剑书方才就守在附近的车外 及时发现了端倪 拦在了肖定飞车架之前 长剑出鞘 挥舞起来竟是世纪灵力 完全不只是谢威先才随口说的什么武功粗浅 懂些刀剑那般简单 当当当当 一片乱响 场中不时有惨叫之声 树林外头的泥地尚不多一会儿便洒满了鲜血 陆续有人倒下 这些各刺客的功夫 竟是各顶各地好 下手又极其狠辣 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一发现剑书死守在肖定飞车架旁不离寸步后 便有三五人上来骑骑向他举刀 竟是将他团团围住 使其脱身不得 另有两人却从侧翼超过来 黑金蒙面 紧紧露出一双眼睛 寒光闪烁 叫人一见心惊 两人提刀便向马车内捅去 撕了 车帘顿时被划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肖定飞被困在车内 虽然是个草包 可身上也是带着剑的 早在得知有刺客的时候便拔了握在手里 此刻刺客的刀进来 他立时横剑来挡了一挡 紧接着就听得扑扑两声 两只凋零剑几乎同时射到 准确无比的从两名刺客眉心灌入 穿破了两颗头颅 肖定飞朝外头看去 树林边上一棵老树的树营里 稳稳立了个人 正是谢威身边那并不总常看见的蓝衣少年刀琴 持功被剑 竟是不疾不徐 一见一人 没一会儿地上已躺倒一片 直到这时候才见谢威掀了车帘 从车内出来 站在了车园上 举目一扫这惨烈的战况 淡淡吩咐了一句 留个活口 刀琴暗地里撇了撇嘴 心里虽有些不满 可搭在弓弦上最后那只凋零剑 到底还是略略往下移了移 搜 一声破空响 见黎贤化作一道极电池出 悍然穿过最后一名刺客的肩膀 力道之狠 竟硬生生将这人盯在了 肖定飞马车一侧的后木板上 肖定飞人 还在车内 但见一截 箭矢从木板那头透入 头皮都吓得炸了起来 当时没忍住骂了一声 操了你姥姥 这到底是要谁的命啊 这帮刺客来得快 死得也快 随行众人这会儿才觉出自己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完全不敢去想 若发现端倪晚上一些 以这帮刺客厉害的程度 还不知要死多少人 在看向谢威身边那件书 刀琴两人时 便带了几分敬畏 江雪宁远远看着 没敢下车 肖远的车架在前面 此刻一副受惊的模样从车上下来 向周遭扫看一眼 却是立刻黑沉了一张脸 满布阴云 好啊 竟然真有刺客 谢威倒霉下车 只唤了剑书一声 剑书剑上的血都没来得及擦 听谢威这一声已然会议 竟直向那被钉在马车上的刺客走去 一把将对方蒙面的黑金扯落 三十来岁模样 左夹一到八 一张连早因为贯穿肩膀的伤痛的扭曲起来 然后在蒙面的黑金被扯落的瞬间 这人眼底竟闪过一片狠色 两边腮骨一凸 像是要用力咬下什么一样 他反应的确快 可面前这少年的手却比其还要快上三分 根本不等他咬实了 眼前残影呼的一晃 这名刺客只觉得下额一痛 紧接着便没了知觉 竟是剑书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直接卸了他的下额骨 肖定飞在旁边看见 只觉自己下巴都凉了一下 那刺客眼底已露出几分绝望 剑书轻车熟路 半点也不费力的便从其牙下掏了那枚小小的毒囊出来 回头向谢威禀道 先生 死是 谢威方将那枚酌秦堂主人印放回了印囊里 半点也不意外 笑笑道 看来是问不出什么了 肖远刚走过来 有些胆战心惊 谢威轻轻摆手 杀了吧 那刺客着实没想到 惊诧之色方涌上脸 剑书已直接一剑画了他半喇脖梗 斜躺了一地 然后干净利落的拔了剑连着不明目的尸体一道扯了 置在旁边地上 众人都不由打了个寒劲 前头张遮看剑 只觉不合常理 眉心于是微不可查的拧了拧 谢威却是寻常模样 回眸向一旁肖远看去 仿佛才想起来一般 有些抱歉模样 瞧我 都忘了 这刺客似乎是向着定妃公子来 实在罪大恶极 谢某没问过国公爷 就叫人给杀了 国公爷可不怪罪吧 天知道看见死事自尽不诚实 肖远心里有多怕 可紧接着就见人死在面前 他又惊又害之余 却是颤巍巍地松了口气 直到此刻都还有些恍惚 直到怪罪倒不怪罪 只是有些可惜了 虽是天骄的死事 带回去言行拷打审问 也未必不能叫他吐露些情况 天骄的死事 肖定妃看了这满地狼藉一眼 心底冷笑了一声 一时有些迟冷 又有些怜悯 他只重抬手 向谢威看去 晌午时出了太阳 这时候已尽黄昏 正是日薄西山 残阳余晖 惨红一片 山林里起了雾 这位年轻的少师大人长身而立 原本一袭雪白的道袍 被昔日的光恢复了 仿佛是在鞋里进过一般 又被今年的时光冲淡冲就了 纸密密地流淌着薄薄的红 谢威好像安了心 淡淡地笑起来 国公也不怪罪 便好 定妃公子若是国公府西年的定妃世子 出了什么差池 可谁也担待不了 毕竟曾听闻 世子当年舍身救主 是圣上常挂怀着的恩人呢 萧远脸色微变 他抬眸看向谢威 可谢威被向西方而立 那邪灰镀在他身上 道教人看不清他面旁 只向萧远略略拱手 便回了车内 江雪宁远远瞧着 慢慢放下车帘 若有所思 叹一声 要回京城了呀